欢迎回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这本书因为是真定本 所以作者在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个电动车的市场 该怎么建立 作者有用他自己的研究的这些手法 然后去假设他要开一家电动车的公司 他应该该怎么做 那这一部分的细节呢 就请大家读者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 那我想谈了这么久也这么多 作者所说的一些比较主要的概念 那么Angelo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 整本书它的主要论点 跟它主要要给我们的提醒 到底是什么 好在这里作者给了七个总结 那其实这七个总结我们前面都有提到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你发展的一些突破性的技术 或者是产品 也许现在不是主流 那也许它哪一天就会变成是客户的需求 所以这一块就是你还是必须要去做突破性的发展 不能因为它不是现在的主流 你就直接放弃它 如果放弃它的话你有可能会 哪一天会忽然来不及反应 好这是它提醒我们的第一点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 Erin前面有提到的我们的组织架构啊跟管理啊 因为我有说嘛前面的成本 你投入的成本人员都会影响到 资源影响到你的产品定位 那你的在这个管理模式你到底要怎么去分配你的资源 这一块是需要特别特别去留意的 那是不是资源分配比较低 也就是说现在价值性没那么高的的技术或产品 我们现在就不理它呢或者是给它预留一个空间呢 这一块是大家要思考的 那除了资源分配以外 那刚刚有提到嘛 Erin一直提到说要开发新兴市场 那新兴的市场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产品有没有可能 可以在其他的领域里面去做运用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关注 你才有可能将你的技术去在另外一个领域去做突破 再延伸 好这也是作者提到的 个很重要 也是我们前面有有讲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前面的影片 有详细讲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组织的限制 其实有时候在获利金钱获利啊 我们的绩效跟技术发展的时候 你会在想说到底发展到底是绩效重要还是发展重要 那这两个的衡量其实很有可能因为为了 为了技术的发展而导致获利降低 也有可能你为了要大大的获利 所以不去发展了新的技术 那这中间的平衡 我觉得这就是经理人需要去衡量思考的 那这个也是他提醒说 要去做经理人要必须去做 里面那个价值网络的深入的了解去探讨 你到底要创造怎样的价值网络 好那再来呢 第五个就是你在面对很多突破性科技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弹性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你不能直接说哈 就单压在某的技术上面 你必须要有一点点弹性的做法 那在做这个弹性的做法的过程 并不是说一定会百分之百成功或百分之百对 那你必须在做的过程中 发现错误就要修整 那慢慢的去调整成他有可能的发展的方向 那才会让你的突破性是有可能真正的去实现的 那第六个呢 就是不要一直想要当某个领域的龙头 当你一直觉得我要踩在那个龙头那个先机的时候 你其实很有可能就会掉进我们刚刚讲的延续性科技的那个迷思 因为我会想要一直钻研一直钻研把这个技术做到最好 所以我就一直往延续性的科技或延续性的技术去做发展 那当然深入的去做钻研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有可能因为在 比如说前面有讲到说品质至上 我一直在这一块做钻研的时候 我可能会忽略掉说 其实我在哪个地方是有突破口的 我忘记那个岔路在哪里 那一个岔路也许是另外一个方向 或者是我忘记了现在的市场其实并不是要这个功能的一个极致 其实它需要是其他功能 也许这个功能 嗯 它就是到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符合大家的需求使用了 好那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点 就还蛮有趣的 就是作者讲这个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说的是移动门槛 也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要有弹性嘛 那你有不一样的技术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容易跨到不一样的领域跟门槛里面 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作者提到比较有趣的一点 就是你不要硬要当最厉害的那一个 但是你因为最有弹性 所以你不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创造者 但是你的平行移动 再加上你的之前的累积 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之后变成 嗯 发展之后变得更是领头的 所以在起点是不是第一个跨进去 其实并不是绝对的重要关键因素 对 这是作者可能要提醒大家 然后给大家思考的 OK 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哈 在做的应该说在 题目前面的这些听众朋友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全家跟Saven谁比较会赚钱 理论上大家应该会猜Saven吧 因为Saven加速多嘛 就像人家说的一颗茶叶蛋 但因为他加速多赚的钱就很大 但我觉得全家应该可以算是像刚刚 Andra所说的 他其实是一家非常有弹性的公司 他常常有很多新的创新是 可能反而Saven没有做到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台湾所有的企业啊 你觉得哪一家比较是像可以发展突破性科技的 未来的新的荣头公司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讨论哦 那么请大家记得哦 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 然后我们下个月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